我在很多场合中,现在是到了一个历史的风水龄,或者叫历史的转折点。 我们今天有一位从韩国来的教授,他前不久就跟我们有一次谈话,他就说到韩国的民主就是光州起义,也是通过学生运动,就改变了韩国的历史。 我们的六四学生运动失败了,这是非常残酷,但是呢,这个中国的历史一定会走向我们希望的那样,只要我们坚持不懈,就像韩国的学生,他们的民众,他们争取民主啊,也是坚持不懈的。 最后他们终于实现,当然韩国的专制制度跟共产专制制度还是有一些不同,我们都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一个制度,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个光明。 下面呢,我们请这个李恒青,这个独立学者,经济学家,也是胡照基金会的副会者,他来讲摩甘山会议,能否再一次摩甘山会议,改变中国的经济现状? 好,摩甘山会议呢,可能1984年,中国的一些中青年学者,我们在座的好像是张刚,张刚还在吗? 对对对,他就是当年的摩甘山会议的参与者,那么下面我们请李恒青,谢谢。 谢谢同位 因为最近啊,大家都知道啊,现在的,应该这不用我讲了,就是中国的经济呢,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,一个都不叫崩溃的边缘,是已经在崩溃的一个过程当中了。 所以呢,现在呢,应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,为了挽救经济呢,现在呢,这个,现在的执政当局吧,现在在不断的在讲,讲几个基本的话语呢,是一样的,都是说呢,我们会继续的深化改革,继续的扩大开放, 然后呢,再要建立一个,以自由市场,为根本的民主法治的社会,然后进一步的完善呢,使得中国的经济呢,变成一个国际化的,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,基本上是这个话语。 无论是李强也好,还是习近平也好,在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这个,这个中国高层论坛上,也专门去跟美国的这个20多个CEO,去讲的同样的这个话。 那我正好呢,我就在想啊,我说实际上呢,那他言外他讲,传递的一个信息呢,就是中国呢,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,通过改革开放,再搞一次所谓的中兴,再搞一次所谓中兴来度过现在的这个危机。 那我就讲到呢,说这个,在上个世纪80年代,1984年的时候,那个时候呢,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,那就是莫甘山会议。 刚才那个张刚,张刚是在咱们在座的一个唯一的那个参加的,当然实际上,当时参加莫甘山这个会议的人呢,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认识的人,或者是至少知道的人,很多人去参加,几百个人。 但是呢,那一次会呢,也确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当中,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,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。 当时呢,提出了啊,这个实际上是在84年的,这个年初的时候,那个时候的形式啊,我们来回顾一下啊,因为当时呢,是中国呢,已经刚刚完成了,基本上是走出了这个农村经济改革。 这个第一个阶段,那时候呢,很多的农村听过了这个,所谓的改革,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退出,这个管理了,不再管你了,不再给你加这个枷锁了。 那时候呢,中国的农民开始呢,吃饱了饭了,这是第一步。 然后呢,到了84年那时候,就要走到了城市了,就要进行所谓城市,城市的这块的改革,还有那时候工业,企业的改革。 那这个时候呢,就面临了很多的新的问题。 那这个时候呢,就说,叫做城市这个改革呢,它现在要总体要起步,国家面临从农村改革,这个到这个局部,叫做企业局部适量改革,拓展为全面的改革。 这个关键的时候,所以那个时候呢,就从上至中央下到这些所有的这个,这些很多的民间的机构,还有好多的这个政府的,各级政府的这些研究的机构,这些人,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些,主要是一些年轻的这些经济学者们,开始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,要面对这些挑战。 所以才酝酿出来一个,应该说是,公安民共同结合,组成了这么样的一个,一个运作的机制,来召开了这一次莫甘山的这个会议。 当时呢,提出了,他们呢,组建了这个七个小组,具体讨论的是什么,让我们回顾一下。 第一个呢,就是,第一个组,要主要讨论的市场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,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。 第二组,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的问题。 第三组,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。 第四组,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问题。 第五组,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。 第六组,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,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的问题。 第七组,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的问题,如商品经济啊,所有制问题啊,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等。 然后呢,它最后呢,达成了一些成果。 这个具体呢,达成了比如像价格体制改革,价格体制呢,调整结合的这些,这个东西的提出。 另外呢,进一步呢,要求呢,要扩大开放,国营企业的改革,金融体制的改革,农村改革和发展。 其他议题呢,包括像政府经济职能啊,现在呢,是危机在加速。 已经不像当初了,那个时候是整体向上,现在是危机在加速,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等不了,等不了的这个状态。 另外呢,按照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,提到了说,这个按照这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改革的思路,实际上就是纠错。 按照这个逻辑来说,解决现在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点啊,就是要,就是要形成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。 另外一个就是法治社会。 这两个东西啊,是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期盼。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,这个习近平去会见这个美国的这些CEO们,李强到达沃斯,去讲这个中国是有多大的市场,希望你们来继续来中国投资。 那个时候后来回来,国际上的所有的访问都说,没有见到实的。 为什么没有见到实的? 实际上大家都在关注,就是两个东西。 就是两个东西。 你第一,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想走市场经济的这条路? 这是第一。 第二一个,是不是真正想走一个法治社会的这条路? 如果要想做了这两步,而且真正的去做的话,中国就有希望了。 就有希望了。 为什么?因为那个时候国际上所有人都这么看,另外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是这么看,都等着说你要拿出真的东西来。 但是这两个东西,我说呢,是不可能给的。 为什么呢? 市场经济,如果是市场经济,习近平现在党要领导一切,东南西北中全都要党领导一切,来巩固现在的政权。 这个任务是无法达成的,这是第一。 第二一个,法治,所谓建立法治社会,核心就是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。 这个权力现在就是一个人的权力,中国哪里有第二个人有权力? 连李强都没有权力,所以呢,那就是要把习近平要关回笼子里去。 这个可能吗?我想呢,是肯定在习近平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。 在他有生之年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这个是绝对没有可能说做到八十年代,七十年代末,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个纠错。 为什么呢?现在连认错都不认,所以怎么可能说走到纠错那一步呢? 所以如果要是没有这个,那中国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? 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。 所以那现在从,这是宏观上的,从微观上的,前一段时间呢,我们清华呢,来了一拨领导。 然后呢,都是原来老朋友们,然后呢,就一块来聊起来。 后来就问我,说你到了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,二十多年了以后,你的感觉中美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? 中美有些什么样的不同? 我当时呢,我就讲,我说我们啊,如果做一个很重要的不同,那就是一个决策机制和权力产生机制。 这个美国的权力产生机制,那就是民主制,大家都知道。 另外一个决策机制,我说像我们,我们在基金会也好,政府也好,我们做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,我们做第一件事是什么呢? 第一件事是发出RFP,就是Request for Proposal。 我们要求,要求那些,我们发给比如说几十个公司,我们要发给他们说,你们给我们提供Proposal,我们要做这么一个project,对吧? 你要给我提供Proposal。 当你Proposal来了以后,你再临选。 临选完了以后呢,可能会去这个debate。 我们要去辩论,然后呢,再回过头来考虑这个成本问题。 把这些综合考虑的结果,最后我们trustee来开会决定在里头去选择哪一个。 我说在中国有这样,现在你看,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决策,每每决策都是错的。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后。 后来呢,他们呢,就当时就说,哎呀,原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 我说,为什么不去想这个问题? 为什么不去想这个问题? 进入新时代了以后,因为你必须要让这个最有权威的,什么都懂的这个人,来决策,来拿主意。 那其他的人怎么办? 其他人就躺平了。 其他的所有人都躺平了,把权力都让渡给他。 为什么? 如果不让渡给他,你可能就意味着你要进监狱,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种惩罚。 所以呢,我说呢,你要去改变这个东西,用这种科学的决策机制,才有可能改变中国的问题。 但是你现在做不了,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,这个上一次,胡先生和那个有余他们一块到这个DC来。 到DC来的时候呢,那次呢,这个薛鱼太太,杨弓县,他呢,原来是CDC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中国的这个CDC的这个deputy director。 后来呢,那次呢,茂春在那里,于茂春就是一直在追问他,说你们当时在SARS的时候,在中国爆发SARS的时候,你那个时候在CDC工作啊, 你那个时候,你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完善的,你们对外说,你们建立起来一套完善的,这个,申报的,申报的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系统。 为什么这回这个COVID出来了以后,你们这个系统,没work,没有work,为什么?是你们系统有问题吗?还是怎么回事? 杨弓县那天,我特别清楚,他说我们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,我们那套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COVID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啊,我们那个系统是work的,我们系统是work的。 哎,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?他说我不知道,因为他已经退休了,说我不知道,但是我猜,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但是我猜,结果是什么? 肯定是某人拿起这个红机子,直接打电话,拿起红机子,拿起这个红的电话,打到中央去了,打到中央去了。 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呢?就肯定是有overwrite,就是原来有一套完善的体系,已经建立起来了,但是呢,权力,权力是巨大的。 在这个时候,权力可以,可以把原来已经决定好的这个体系完全推翻,然后通过红机子,直接就下传达命令了。 那就是什么呀?就是叫不人传人,是吧?然后呢,说是我们可防可控,然后就是最后害了全世界。 对吧?实际上就是这一套系统。 那中国的问题,实际上呢,从经济到政治,实际上都是这套系统,一直在做怪。 所以呢,我说呢,要这种,这样呢,看下来以后啊,我说那现在的问题就已经,就已经出现了。 那就是说呢,我们如果再开一次莫甘山会议的话,那个场景啊,已经跟八十年代的时候,是完全不一样。 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,那就是我们今天开会说,胡赵的那个时代,或者我们当时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,八十年代,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 中国已经,或者是共产党的中国,已经没有一次再改的机会了。 所以我说呢,这会儿我的结论就是说,一个好的,好的这种制度呢,可以兴邦,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呢,可以灭国。 我想呢,这个国家应该该灭了。 好,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 现在的情况就是,如何改变,中共这个专制体制啊,再不改变啊,就是,再也说不过去啊,我再也是很多地方说啊,走宪政民主之路啊,就已经,这是我们先写的啊,先写的,追求的。 从辛亥革命开始,到现在一百多年了,我们还在苦苦地在追求啊,实在是说不过去。 所以呢,呃,这个,这个,这个重任呢,要,要,应该是要我们这一代来实现啊,如果再不实现了,就说不过去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。 。